大家好,我是樂兒 我是Sera 我是Germany 我是讀書人的生存Year 2 我是讀中大生存Year 3 我是讀恆大新聞系傳播系的Year 4 中大就是Year 2的時候會選擇三個Practicum 就是PR、廣告、creative media和新聞 新聞有分,即是中文、英文、新聞 恆大那邊在Year 1的時候全部都是讀一樣的東西 到Year 3就會分兩邊 一邊是JC,一邊是CC JC那邊主要是讀新聞的東西 CC那邊主要是讀關於PR、Marketing等各方面的東西 我自己就是讀CC那邊 就是PR、Marketing那邊 我們也是,其實也是要之後再選擇的 我們也可以選擇PR 或者可以Journal 或者都是拍的 都是可以在這三個再選擇自己想讀的major 都是Year 3選擇的 不是 我們三個都剛好不是讀新聞 我也讀PR 所以其實讀傳理系也有很多選擇 例如是PR、廣告、拍片 那你會問我 那你讀完新聞出來,那想去哪一間電視台 做主播 對 那我自己是不是在看新聞會看到你 其實不是 不是的,不是讀傳理系也出來就是炸豆 其實我覺得是 真的 其實是 真的 因為 而且工時長 工時長低 拍片的課 打燈 寫新聞稿 這些全部都可以獨立成為一個科目 或者你可以去READ的課 其實這些讀完出來都OK的 我也覺得是 很多實質操作的課 給我們選擇 我覺得生存有一點好 我覺得他很多課都很講你的創意 還有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 不一定你這樣做還是對 這樣做還是錯 就好看我們怎麼去Present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的 我覺得是生存的 是不是很多英俊、英俊的? 我覺得偏多 真的會 我覺得對比其他課都算了 可能讀這些課的人 他都比較outgoing一點 因為我們這些課始終不是死讀書的課 其實如果你不是一個經常都要埋頭苦幹 去自己做事 或者你要專注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個人都會外向一點 你自然都會打扮 打扮 打扮 一定說真的英俊 但起碼會穿 會穿身衫 因為中大的人不是很喜歡脫衣、拖鞋 但我想說讀community是沒有的 每個course的人是穿好衣服、衣服、衣服的 上課的 因為新聞傳播是比較多女性的 我覺得通常多女性的課 女性喜歡扮明 所以懂打扮的人比例上會比較多 傳你系人是不是很留意思思的? 心不相瞞 我不是 不會看新聞 我看新聞都是在電話apps 我不會看電視的 對 你做些功夫的時候 都可能要你寫一篇新聞來做 或者要你自己寫一篇新聞 那你這些時候怎麼都會看到 但如果你說日常的話 可能不會特別留意我自己 我也是做功夫的新聞 對 還有那時候 讀PR會有些Marketing功課 要你思考的 可能我們都會留意 這麼快會有什麼 就是在流行什麼 反而會在這方面的多一點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想問 他就是覺得 如果我說話不厲害 我會讀不讀生存 其實生存不是全部科都需要口才 不過當然他都會某程度上 可以訓練到你的口才 你的Present的能力 你說話起碼不要那麼累積 如果你要將來 可能要做記者也好 你做MC也好 這些都是一些 skills是你要有的 我覺得讀這一科之後 都一定不多 那麼少可以訓練到 我覺得讀生存 說話 寫話都很重要 很多course都是要你寫 譬如什麼新聞稿 或者PR稿都要寫 所以其實不一定說要口才好 但是我覺得 是很重視口才 這件事 因為經常都說話 經常都Present 所以 不過這個是可以訓練的 我覺得 你全體系的測驗考試 是不是大部分都會Present為主 就是有些 我有些是Practical 可能是考一些Practical 的東西 有些始終是要written 都要考written 其實沒有 但可能比例上 比起一些 本身理論多一點 成份的一些科 當然我們可能會有些Practical的考試 對 尤其是一半一半 對比起雙科 雙科基本上 每一科都要考試 但是現在我的狀態 基本上每一個 整個都是只有 例如我六科 到最多最多 都只有三科 或者兩科 我都差不多 我都是 今天整個四科 我都只有一科考試 小字不考試 但是多Practical 上面 然後就是 想問關於實習方面的東西 對 究竟 讀全理系 會有什麼實習 或者工作方面的建議 或者方向 恆大的實習不是強制性的 恆大的實習 就是 你可以當一個 core 去讀 有分 可以轉 可以當 credit 所以恆大的實習 不是強制性 恆大的實習 很多元 大家想到的電視台 商台 電台 報紙雜誌 這些也有 這些Marketing公司 也有 廣告公司 甚至一些普通的企業公司 但是裏面的PR team 又或者是Marketing team 也會有 Coming Year 4 比起大家想像中 所涉及的範圍更加廣 對 沒錯 我們都差不多 我們是Year 3的時候 我們都計算 credit 即我們接下來的實習 基本上都是跟Sara說的差不多 都是一些電視台 然後有商台 然後有PR公司 Marketing公司 或者一些新聞媒體 基本上都是你們幾個方面 我實習都是Year 3的 都是暑假 它都是compository 但它都是廣 我看過那個list 我朋友問我選什麼好 都是由電視台 電台 有些保障雜誌寫 也有其他的公司 其實也有很多選擇 但是它那個 因為是compulsory的關係 所以你不多不少 都一定累積到經驗 始終 在將來 即使有沒有興趣去投身這一行 或者會不會說 其實都不打算繼續去這一行 但是上次讀 不知道讀什麼 讀書 其實你一定有相關的經驗 然後你也有辦公司的經驗 基本上每間U都有 委員會的機會 這樣挺好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commuting的課 真的很實際 你上課學的東西 跟你真實做也是兩回事 所以基本上每間學校都會提供 一個實習的機會給你 所以可能不需要太擔心 大家可以試一下 委員會覺得是否適合自己 再去決定之後 是否要做你一行 在我們暫時讀過的課程中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方面的課程 是最難的課程 這個我想起 我今天整個課程是讀法 哦 是的 很難讀過那些媒體的課程 即是說 privacy 那類的課程 我覺得超級難 首先第一件事是 我不適合我沒有上課 但是早上星期六、九半 星期六? 對 星期六也要上課 對 真的嗎? 真的嗎? 星期六、九半 我完全起不到上課 你算不算Attendance? 這一課不算 因為它是大班 那麼好呢? 因為它是30人以上的大班 就不算Attendance 哦 叫做朋友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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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夠七成不能考試 還有我們說的是 老師是特別嚴格的 就是一定是上課叫名叫名叫名 小的Tutorial才是要做Attendance 就是20個人那些 那些就要 通常我們大班 就是40人以上的大班 就會再細分有Tutorial 另外一個時間上 我們基本上就只上Tutorial 就不會上大班 因為不做Attendance 我覺得Law很難 除了Law之外 恆大的Design 它是一定要來讀某些雙科 都是一個Core 全部人都要讀 就是Accounting和Finance 還有還有 還要讀STEP 還要讀STEP 真的嗎 真的嗎 跟Business的人一起讀的 不是 只是課 我身和恆大來說 它都是雙科 所以它的Design會有這些 但是這三科 其實老實說 只能讀 全部的 就是不需要讀數 但是不需要讀數 結果進來都是要讀 你們有財經新聞嗎 有 有 JC 就是新聞那邊 是一個可以選擇的 主題 我自己 課今的40人來說 最難是STEP 我很幸福 我不用讀STEP 我都知道 不用讀 不用讀 沒有數學 剛才是問到哪一個Course 最難 下一個問題就是 比較深密一點 就是在讀 Commel 整個過程裡面 哪一部分 你會覺得很困難 很辛苦 很迷惘 我差不多要經歷 畢業的 一科如果你說真的 專業來計算的話 我覺得市場上 不是很認受 它是一個專業的東西 尤其是我們不是 專門讀新聞那方面 業性 這個是 真的不像醫生律師 很專業 但是我們是 除了記者 主播以外 其他事 事業的人 可能都做到 我覺得 有些困難的 就是因為我們這科 剛才說過很創作 但是有時候 創作 不是有 你說要就沒有 有時候做功課 或者是想辦法 想不到就是想不到 例如你想一句slogan 你那一刻沒有感覺 就是想不到 這些強求不到 我覺得是挺困難的 還有我自己本身 在讀 PR CAMILLE 這科之前 我是讀了兩年 阿蘇 也是讀傳理公關新聞 市場上 對於 這一科有興趣的人 其實也很多 但是 老實說 其實不是很多學校 有得讀這一科 其實 我覺得這一科 有一點工不應求 就是我們讀阿蘇 其實我們很多同學 真的讀不回 就讀不回 可能同學的分數 是可以進入八大其他科 但是讀傳理的人 就是很困難 就是我想 他的競爭很大 我覺得他真的很大 但是 他的位置很少 他不值高 是想起我有個 阿蘇的同學 他的GP是有3.7 但是他一個話大約 有關於生存也沒有 就是讀CAMILLE 就是又黑食 然後又沒什麼 他就真的好看 你自己究竟有多想讀這一科 我既然其實 你不用讀CAMILLE 你也可以出來做CAMILLE 為什麼你要特地去讀CAMILLE 再出來做CAMILLE 所以其實 對於讀CAMILLE的人來講 其實都很困難 其實都很傷心 對 我整天你剛才說 我不值收分 我都覺得是 其實是的 譬如DSE為例 你考入到BU 或CU的CAMILLE分數 其實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還有你不計劃的分數 我進入其他科 我查到人工的比例 比起讀CAMILLE 要高很多 我們是不是在賭米 我覺得讀這一科的人 真的喜歡 不是為錢 我覺得為錢 為人工 大阪人應該不會讀這些科 所以家人會覺得 為什麼不讀Business 那你有這個分 為什麼不讀Business 因為Business 經常出廣點 起床點都高一點 PR是 3、4 淡仔姐姐全職都高一點 真的 所以吃力不好 但是很靠熱誠去讀 這一科 有什麼建議給想讀CAMILLE的人 CAMILLE之前會對CAMILLE 是一個錯誤的fantasy 是的 可能你進去就會覺得 我一定會讀得很開心 裡面的人全部都很YO 碰到很多部機 我可以去錄音室 我可以去廣播廳 然後又可以試做導演 是的 這些有的 但是 可能你真的有機會 會接觸到這些東西 在那一科裡面的某一兩項 嗯 就算我們不多考試 都好 其實它 paper work 都佔一個很重的比例 是的 很多 essay 在選讀CAMILLE之前 你是真的要想清楚 自己有多喜歡這一科 還是你是喜歡讀CAMILLE 可以出來做的東西 例如 PR 廣告 那些 其他科都真的可以做到 甚至你選擇讀其他major business 這些是你更多的 choice 是讓你去選擇 建議 我會覺得 如果你本身自己是有興趣去投身這一行 或者本身自己的興趣在那裡 其實我想你讀這一科 不多不少都會有開心和滿足感 就像我們上學 如果有些功課是要拍片 其實你自然派完一條 剪完一條 你就多一條作品 多一個profolio 即是對你將來找工作也好 如果你要去建立自己一個branding 其實你有越多作品是越好 我覺得如果可以透過上學去幫自己累積的話 其實真的是一個不錯 也不會太過需時的選擇 其實你比起這一科更加有心 或者更加喜歡的 其實你真的可以先去讀你自己喜歡的科 再回來做 真的好像你這樣說 真的沒什麼所謂 你出來是可以新的東西給別人看的 我升起 如果說profolio 我升起 因為我現在讀pr的course 它是真的實戰的 就是找一個真的client回來 我們整個社群是負責你的client的 marketing plan和pr的東西 在那個過程中 你真是第一次接了一個client 而且所有東西都是你和你的同學一起去思考 我覺得是跟 有一點像我真的想讀的東西 因為真的可以試試 而且可以發現讀書和操作是兩回事 實戰經驗 Camiel這方面挺好的 真的實戰很重要 其實如果你將來真的有興趣投身這一學 如果你可以透過學校這個途徑 去碰一下機器 到時如果你真的想做電視台 其實你懂不懂設計攝影機器 真的知道那些機位要怎樣設計 那些攝影機器要怎樣設計 而且你真的會知道更多的運作 譬如電視台的live show 是怎樣做的 怎樣可以swap到那些攝影機器 就是panel位要怎樣轉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不上學是真的比較難學的 而且現在很多是網上學的東西 譬如你剪片也可以網上看片學 但這些真的要下手下腳做的事情 如果你這樣看片的話 你沒有實戰過 其實都真的 即是紙上談 你都不會真的懂得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如果你是將來有興趣投身這一行的話 其實如果讀這一課 是真的不要壞 起碼你真的學到多些東西 我覺得成本頗高 對 而且你要扔很多才拍攝很快 對 你要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讀這一課 不像前中學或者阿蘇 是一個很按捕就班的科目 我覺得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也希望幫到大家 對於選擇Commel有一些幫助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他們的IG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可以 viowners嗎 än字幕 幻畜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不客人的電影 你們有聽過 我們可以看你